与美俄撕破脸 土耳其将在几天内发动单独行动 或改变地区格局 是当敌人还是邻居 恐怕这个投机者没有好果的事 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 众多外国军队和武装力量 在叙利亚战场上拉锯争夺 其中有一个奇葩就是土耳其 在美俄两个大国之间左右横跳 但随着叙利亚战争进入尾声 土耳其明显开始着急 也逐渐暴露野心 并不惜同时得罪两个大国 近日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称 土耳其准备在这几天内 对叙利亚北部开始单独行动 呈建立美俄联合安全区的前景渺茫 将尽快从空中和陆地发起这项行动 土耳其方面对这次行动的解释是 清除土墟边境的库尔德武装 并建立安全区 以便安置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 在八月初 土耳其和美国就叙利亚北部建立安全区达成协议 但是由于美国支持该地区的库尔德武装 造成这一协议进度缓慢 而土耳其似乎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很明显 土方想要利用美俄双方疲乏之际 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 同时也一下就得罪了两个大国 事实上 叙利亚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收复 但武装势力和叛军依然控制着西北部的伊德利部地区 资源丰富的东北部则被库尔德武装控制 而美国是库尔德武装背后最大的老板 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就已经是公然和美国作对 这次更是直接越过美国单独行动 美国绝对不会任由土耳其打击库尔德 影响其在叙利亚的布局和利益 此外 俄旭联军也不会放任土耳其纠战去朝 事实上 土耳其要求的安全区深入叙利亚境内 在右发拉底河以东30到40公里地区 克里姆林工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称 绝不允许叙利亚领土被分裂 有了俄罗斯撑谣 叙利亚方面也强硬表态称 做邻居还是做敌人 只能二选一 有分析声 土耳其曾多次发起军事行动 阻止俄旭联军 自入驻旭北部后 便向当地居民发放土耳其护照 强制用土耳其货币 以及推行土耳其语 童话之心昭然若解 但是当实力跟不上野心时 很容易伤及自身 面对俄旭联军和美国 土耳其若还是一意孤行 恐怕是没有好结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